大家好,我是東京走球的鮑勃 東京真的很好玩 在市區內玩個幾天不是問題 但行程的其中一天,會不會想換個心情 離開這個大城市去看無敵海景 到Outlet寫拼 爬個小山 拜訪古城 參觀國寶 或是看看其他地方的美食呢? 本集影片鮑勃就來介紹從東京出發 約一兩個小時內 就可以方便到達的一日遊景點 那我們看下去吧 連餐的鄰居豆子跟夜山有著悠閒海港小鎮的風情 金澤文庫的春明寺是一個重要歷史史跡 附近有知名大景點橫濱八景島海島樂園 Uniqlo Park可以逛街 還可以讓小孩子溜滑梯 旁邊的Outlet麻雀雖小五臟俱全 今天的景點很推薦給今天來過東京自由行幾次 想要稍微深度日本旅遊的朋友們喔 我們首先一早大概八點半來到豆子車站 從品川搭車大概一個小時不用換車就可以到囉 首先從車站前往當地非常知名的咖啡 南基薩橋咖啡 但我們可以順便經過豆仔庵的沙灘 這裡在夏天的時候可以說是東京人最愛拜訪的海水浴場 鮑勃拜訪的時候是五月初 少了人潮但多了浪漫感 散步到海水浴場的尾端 我們來到南基薩橋咖啡吃早餐 店外可以看到海 店內可以享受日式復古風的裝潢 點個甜甜的法式吐司配個咖啡 讓我們精神飽滿的開始一整天吧 我們接下來搭公車七分鐘左右來到真名Line海岸 這也是一個很棒的拍照景點 夜山燈塔 搭配森戶大名神的鳥居 真的非常有特色 在這裡玩SUP或是獨木舟 看著景色應該是一個不錯的體驗 不喜歡玩水上活動的話沿著海灘走的也不賴 接下來我們走個五分鐘來到森戶大名神 為製成四年由原賴朝所創建的神社 據說球戀愛運還蠻有名的 森戶神社社店也有四百多年的歷史 為夜山丁指定中央文化財 現在時間接近中午 我們搭巴士十分鐘以內 來到這一帶非常有名的餐廳 Lemarie 我們在他們的一樓Bresserie吃個簡餐吧 這個餐廳已經開業45年了 使用當地當日最新鮮的海鮮製作料理 包補點Seafood Special 有生魚片海藻沙拉 以及海鮮滿點的馬賽魚湯 雖然份量沒有到很大 但十分的精緻 吃完中餐可能沒有吃飽 還有點嘴唇齁 我們來到隔壁的夜山Marina 這裡的用途是給大家搭船用的 只不過我們是特別來吃1984年 夜山當地創業的布丁名店Malo 使用北海道新鮮牛乳製作 跟稍微苦甜的焦糖搭配有種大人的風味 非常好吃 如果喜歡這一味也可以現場買外帶路上吃 酒足飯堡後 搭公車到豆子夜山站 轉達荊棘電車大概30分鐘 我們來到金澤文庫 到達車站之後走路約15分鐘 來到春明寺 春明寺為連艙時 帶有北條時時建立的金澤北條寺的菩提寺 於西元1258年創建 全境被列為國家等級的時機 雖然極其重要 但好像拜訪的人並不是很多 包補真的很喜歡這個地方 幾乎所有的建築都有兩三百年以上的歷史 本堂前的阿字池 與紅色的橋十分搭配 植物、水鳥、魚類也很多 有種小秘境的感覺 在這裡待個半個小時左右 現在時間大概下午兩三點 我們散步經過海之公園 大概走個25分鐘來到八景島 這裡可以算是複合式的海洋休閒娛樂設施 到八景島島上本身不用錢 不同的設施有不同的價目 大家可以挑幾個自己喜歡的遊樂設施玩 現在時間大概是下午五點 從八景島站坐車15分鐘來到鳥兵 來玩今天的最後一個行程吧 首先是Unicode Park 你可能會想就優衣庫而已幹嘛大驚小怪 這家優衣庫是由日本知名建築師藤本壯界所設計的 特色是高山車友的園區 看起來就像是一個小山一樣 最多小山也有很多六花梯可以讓孩子玩 走到頂層的時候還可以觀賞海港美景 Unicode Park的旁邊有家三景Outlet 是2020年整修後重新開放 所以設施也非常的新 總共有170間以上的國際以及日本品牌 也有不少餐廳 我們就在這裡逛逛吃吃結束今天的行程 以上就是東京附近適合一日遊的行程 希望看完這部片 可以讓你來東京自由行的行程更豐富多元 如果喜歡這種類型的影片 可以訂閱我們的頻道挖寶 及加入會員讓我們有更多的經費 拍攝更多優質的影片 如果想多多了解包補跟文恩的話 也可以like跟follow我們的Facebook粉絲團 以及Instagram 大家下次再見 掰掰 粉絲